性侵狼娶受害女,破判免求 高雄一名50多岁丁信男子,前年闯入邻居加州 见邻居20岁女儿,智能障碍,性侵得逞 三个月后,女子因腹痛就医,发现怀孕 母亲追问,才知女儿招非礼,弃得报案 检方之后,一抢制性交罪,将男子起诉 但在法院审理期间,男子在女方亲友撮合下 答应与被害人结婚,已是负责 丈母娘也出庭政策,男子定期带女儿产检 表现良好,法官认为,男子利用女方智能障碍 不知抗拒,性侵得逞,犯趁其性交罪 但考量两人已结婚,丈母娘也为女婿说情 若男子入奸,被害人母子僵尸依靠 因此认定她情侵敏述,进行侵判两年徒刑 缓刑五年,但附加两项条件 要男子善尽照顾抚养被害人 并禁止任何不法侵害之行为 动新闻高雄报导